對嘛,扣除掉150成本,我還有賺一千多塊 所以說,這真的是跟等級有關系耶 先升級化學老到五級,好,我試試看 因為剛剛有人講說化學老升到五級滿了之後,好像就逆天了吧,是不是 什麼多淒慘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兩千,兩千零九十六 好像還差這麼一點點耶 我想一下喔 才多生子路 這個,你說這個技能等級練滿才多生子路應該就是 可以刷錢吧,是吧 好,就先這樣子,我們來看看 只需要10點魔力耶 扔出26金幣,130 207 我們現在就是在洗錢,挖一點點小錢 然後呢 他這有點像是那個啊 先見奇俠傳裡面的那個乾坤易子啊 對吧 乾坤易子有沒有 有沒有 84 420 好爽喔 好,我們現在應該可以丟快破萬了吧 1400 7300 還沒死 非常好 2000 2600 賺5000塊 登登登登登登登 刷個10場好不好 現在已經不用20秒了 差不多10秒就可以解決了 滅火器是救米糕他們的 欸對齁 怎麼沒有想到現在那邊失火才過來這裡的 等一下可以去買一下 如果沒有滅火器,那我是不是就另外一個結局啊 都已經破萬了 真正的勇者是這個化學老才對吧 我根本就是個賠償品而已啊 我根本就是個賠償品而已啊 有名無實啊 打 打 不是大神啊 大蛇 蛇 丟 吃我的錢啊 啊 哈哈哈 呵呵呵呵 又給7000多塊喔 好爽喔 終於把大蛇幹掉了 那個蛇的後面究竟藏了什麼 這裡是哪裡 連你也不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 完全不知道我從沒來過這裡 每次路過這附近都不敢靠近那條大蛇 更不用說所務者的地方了 我以為你都逛過所有地方了 才沒有 之前很多地方我都是在周邊徘徊而已 認識你之後我才真正進入那些地方 你這樣誇我會不好意思 嗯這些天陪你到處走走感覺很有趣 那邊好像一個傳送門的樣子 我們要不要進去看看 傳送門嗎這會不會傳到另一個世界啊 或者會傳回勇者你自己的世界 對喔 你提醒了我 完了要分離了 你要離開了嗎 點點點點 走吧我們兩個一起走如果門那邊真的是我的世界 那你就跟我過去吧 恩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去哪裡都可以 好爽喔 存一下 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個Ending喔 看一下到哪裡 恩 感覺進入是不得了的空間 原來你的世界是這樣子啊 感覺相當神秘 不這不是我原來的世界 我也一頭霧水 不過這裡建了遊戲機與電視 感覺可以玩遊戲打發一下時間 不過話說我們剛剛從電視機裡面走進來的 我們 我們 剛剛是從電視機裡面走進來的 所以說我們是在電視裡面 難道這台電視會有傳送的功能 值得研究一番 古代世界 大蛇世界 一到三Play 一到三個人遊玩 進去 是 呵呵呵呵呵呵 換卡帶可以對應遊戲世界 哇這裡好熱喔 感覺這是原始世界的遊戲呢 我來第一次這麼真實的體驗 我覺得你最好不要把這當作遊戲 很有可能掛了之後真的會死亡 是的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千萬不能鬆懈 明白 被吃掉一般 我靠這個什麼 生肉 生肉總是綠色的阿 爛掉了 可以往這邊看 淹死了 嗚嗚嗚 阿阿阿阿 過過 小丑八旗 你是不是小丑八旗 我知道沒有大女王阿 可是可能等一下應該可以回去吧 瓜瓜瓜 缺 嗚嗚嗚嗚嗚 居然有卡帶 完了 這個應該要類似架著迅猛龍之類的 把肉放這邊 鳥會飛下來 然後趁機抓著他 QQ 這是什麼空調 為什麽這裏會有空調阿 放這裏 給你肉拉 幹不理我 這邊除了這裏就沒路了阿 嗚嗚一阿 呱呱 呱呱呱 變成熟肉 哪裏 給他 哈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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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空調遙控器 關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居然瞬間結冰 可以拿了可以拿了 畫著世界 這也太酷了吧 好了 就讓他永遠凍結在這個世界吧 我也沒有遙控器可以用啦 啊 不好意思哈 我們先回去了 好不好 在這個時候我想要先回去大蛇世界一下 對 因為我們還有那個 那個誰沒有打 我們還有那個蝙蝠沒有打 去把蝙蝠打一打好了 先把蝙蝠打爆了再看狀況 好這邊存個檔 打完之後再過去 打完再過去 進去 好了 把他吵醒 這邊也看過了這邊就不看了 剛走了發神六神模式 還有墓地的 墓地的鬼應該是要拿樂器吧 先丟他 不要讓他有攻擊的余地 嫩 呵呵呵 好爽喔 欸講真的如果沒有那個丟錢的技能 這隻可能打非常艱辛欸我覺得 花了五千塊把他們全部解決掉了 拿多少錢 七千零一七 還好啦沒有算賠太多 好強好可愛喔 這個妹子 不錯 雖然是蝙蝠 我輸了 其實那個是我叫他們叫你醒的 叫醒你的 因為女王大人你睡太久了 其他蝙蝠紛紛逃走了 阿你怎麼不早說 我也沒來得及說 對了答應過他叫醒女王之後生他一個神器 什麼 你居然要把那個東西送給他 是的 畢竟還是叫醒女王大人你為重 好吧 反正那個東西我已經玩膩了 原來是這個東西阿 這 這個東西就是神器 對的 如假包換的神器 好吧謝謝你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用 對了 要留下來當王子嗎 只要我輕輕在你的脖子親一口 就可以了 答應我好嗎 好誘惑喔 親阿 結局 OMG 來吧 放輕鬆 很快就好了 不對阿 阿這樣子我不是會爆炸嗎 我只要動的琴 我不是會爆炸嗎 奇怪 好三小好興奮 好完了爆炸 爆炸結局 又來一波 真的會爆炸 很可惜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誤會了吧 這是自己答應要被咬的 然後那個被那個那個那個女鐵將牆上的那個 這個結局這個爆炸結局是同一個這個不是另外一個結局 算了 這個我只能拒絕了 好久沒聽到CGBCM 那這個我就拒絕他 可惡 這麼可愛的妹子我居然沒有辦法接受 只好拒絕了我先走了 不然我會被炸死 有人邀請你當王子喔 為什麼不答應 哈哈哈哈 名字孤文超討厭 我知道肯定會爆炸了 算你聰明 怕死了 顏管七餒 要說 要說該高興還是該悲哀呢 高興是 這個魔女是永遠會陪著我的 不會情變之類的 壞處就是 你永遠他媽的沒有辦法偷吃 因為你會爆炸 難過 哈哈 笑死 你沒有辦法吃啊 好了我們拿那個神器要給那個上面那位嘛對不對 還有家具要買對齁 我們先把上面那個解一解 我們再去卡帶的世界 尖叫旅社 來吧 就讓我們來 讓你感受一下什麼叫做音樂吧 這就是吉他的魅力啊 恩 唉 活人彈奏的音樂完全沒有感覺 我說了我要用靈魂 看來似乎我還不理解什麼叫做用靈魂 啊 啊 不行啊 哇怎麼辦 完全無感了 所以說是要叫鬼幫忙嗎 我們這邊沒有鬼啊 還有誰啊 叫肥仔幫忙嗎 淘寶失敗 實在不想打說 算了打一打好了 自殺 你這要要我買毒藥自己克是不是 這邊存個檔 買了10瓶 10 好了 哈哈哈哈 這感覺真的好棒啊 我是不是彈出了以前聽不到的音階 這個人道就是特別的聲音 這就是用靈魂演繹的演示的音樂啊 然後他就超聲了 謝謝你 我願意安息了 這一生無憾了 謝謝你 黑白無常把他們帶走了 沒關係反正他已經死了 屍體也腐爛了 不能復活了喔 咦這裡怎麼還有一隻幽靈 啊我 對就是你 跟我們一起回去吧 不要我還不能死 你已經死了別囉嗦 我們或許要用暴力解決 打了 然後我先跪在地上是不是 丟一下 少囉嗦喔 黑無常掛了 幫補一下 復活全家桶 他幫他復活了 怎麼會這樣啊 先把他打死好了 幹我噴錢 啊不然等一下黑無常又幫忙 還說這是一場打不完的仗 會不會 讓他睡覺 還沒有睡 然後他幫他復活 放了抓抓抓 哎唷 我靠攻擊這神高耶 丟 掰掰 還好打完了 三萬塊錢 哇塞 好爽喔 這什麼 復活全家桶 身上掉下這個東西 復活全家桶看起來很厲害 這東西 連黑白無常都能復活 估計可以復活任何東西 呃 你是不是把黑白無常幹掉了 那個 好像是的 是不是害你不能投胎了 應該沒關係 黑白無常掛了之後 會有新的來上任 我在這等一段時間就好了 好我試試看用這個復活全家桶給你復活吧 你就能重新做人了 不用了謝謝 我的屍體早就腐爛不存在了 即使想復活也找不到 往哪使用這個道具 對不起 沒關係我就來這裡等好了 啊我真的沒有辦法拉復活是不是 這個應該是直接讓你免費復活一次吧 不能 完全不鳥 復活蠻血喔 呵呵呵呵 我是幽靈的狀態 我應該是不會遇到鬼吧 好笑 還是會遇到 我們現在有錢到家具可以全部把它買完了 買一個 這最多一整買一個 然後買完之後再回家看一下 應該會有一個叫做美滿家庭結局 會不會 買完之後存檔 沒有錯 回去上面 先休息存個檔 呃休息補一下血好了 哇 決定留在這裡生活嗎 按否會怎樣 還可以選擇要不要呢 哇 突然覺得 好像真的是一個家的感覺 等等 在決定之前先存個檔吧 好不好 然後上去再下來 是 存檔結局 太好了 我夢寐以求的婚房 終於不知完成了 很漂亮也很溫馨 謝謝你勇者 我們可以永遠在一起生活了 經過一番的努力 我們終於 得償所願 踏入婚姻的殿堂 我的小魔女 與你相遇好幸運 其他的事情不再重要了 等等 其他的事情是 什麼東西 怎麼了 又錄到一個結局了 爽 Fall 好 我們現在呢 要再去卡帶世界了 好遠喔 早知道別買防彈玻璃了 米高表示 早知道不當勇者 米高表示 早知道不把你船 船過來了 早知道不要把你船過來了 就不會有舟鳥事發生了 其實也還好啊 因為我們這邊的100年 是他們那邊的10分鐘 啊我可以50年 在這邊過完50年的生活 覺得這邊膩了再回去不就好了 這樣不是 很完美嗎 你們沒那麼多想過啊 對啊 我們在這邊待100年 他們那邊才10分鐘而已 那 給他們等個5分鐘 我再去回去救他們就好了 我今天在這裡過了50年多爽啊 有沒有想過 對啊 兩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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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美啊 不是很棒嗎 媽媽終於走過來了 衝個擋 好卡帶拔掉 我們去畫了世界 是的 說是畫中世界 但前面卻移到 牆 一面牆 牆上還塗鴉了呢 要不你也畫點什麼 我不會畫畫 畫了一個紅色的牆 畫中的 欸不知道誰在這裡畫了一面紅色的牆壁 我沒辦法回家 這什麼東西啊 3D加速晶片 無法進入 我大概知道這個要怎麼用了 加速晶片是不是要放在這個裡面啊 還是什麼 沒有用欸 3D加速晶片 放在卡帶裡面 讓我們的這個卡帶有3D加速晶圖效果 這個可以翻背面啊 死給 那其他卡帶有沒有這個 沒有欸 就只有 就只有他可以翻啊 好加進去 3D會圖效果出來了 這好想到我以前在玩那種 沙騰的那個 遊戲主機 如果你想要讓畫面更流暢 還要插一張3D加速卡在上面 然後再放光碟 喔 整個運行畫面本來那個畫質 都會大大提升 3D加速卡 我不知道那個你們有沒有用過啊 插了加速卡之後 遊戲畫面真的變成立體了 可以進去了 白色油漆 對啊 變立體了 這個牆真的跑出來了 等一下 這個這邊有個裂縫 我想看一下裂縫有什麼有什麼東西 沒東西 好 然後呢 再把它拔出來 嘿 嘿 再插回去 然後再把它塗掉 塗 耶 我可以回家了 謝謝你幫我把牆刷掉 送你一個珍貴的物品 我在家裡等你喔 然後他媽超麻煩 我還要出去 然後 再把它裝回去 好的 非常好 是 好我可以進來了 嗨你好 小白人 答應我 答應的事情我一定會做的 這東西送給你 培育的世界 我怎麼覺得這個好像有點母湯喔 為什麼旁邊這麼多的愛情還有奶瓶呢 等一下該不會是 養小孩遊戲吧 送我一張培育的卡帶 來 感覺有點酷 賠起來賠起來 好養小寶寶啦沒事 不是我所想的那種培育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感覺相當的溫馨 似乎 沒有什麼需要挑戰的 並非從這名字看來應該是個養成類遊戲 不過我們需要養成些什麼 那個你看嬰兒 中間好像有一張卡帶 卡帶 怎麼這卡帶有眼睛跟嘴巴 難道 難道他是養成對象 我是守護寶寶的布喔 請善待我 把他扔在垃圾桶裡面 怎麼那麼黑 又越黑了 丟 又越黑了 丟 丟了就變那麼黑啊 露西法 貓的屁股 召喚惡魔必須滿足條件 祭品 打我機 燒卡帶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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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如果我把守護寶寶的東西 的娃娃丟進去他是會阻止我點燃啊 祭品 恩 沒東西啦 這什麼 沒什麼特別沒有什麼特別的 出去 他這個可不可以裝3D繪圖啊 你不要說祭品是我自殺 白漆 用畫的 唉唷 我餓了我要吃東西 把兩塊卡帶給我吃就能滿足了 剛好我這邊有很多耶 畫的世界給你 然後原始人世界給你 呵呵呵呵 有股邪氣的卡帶 存檔 蒙蒙世界再見 邪惡卡帶插進去 握存檔了 這什麼 大王呢 哇 卡帶冒煙了 而且是紫色的煙 很邪惡的氣息 這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也不太清楚會發生什麼事 要不我們現在逃跑吧 你這樣還算勇者嗎 哇 哈哈哈哈 你居然把我召喚出來啦 哈哈哈哈 最終boss 我就是最終boss 哇靠 最終boss 廢話少說我來幹掉你們吧 感覺不太像追蹤boss 殺老師 他說是就是 好帥喔 帥不過三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這是 Kew人間冒險的boss是不是 啊 最終boss 你們是什麼人 我明明是最強的啊 啊 不要 嗚喔 爆炸了 不 街機世界 欸看一張C卡在跑出來了 欸對耶 難道還有真正的最終boss戰嗎 恐怕是 所以那句 千萬不能鬆懈 如果我輸他的話會怎樣 我還蠻好奇的 算了不管了 X 街機世界就是我們回去的路啊 這不就是原本世界的街機廳嗎 你 你原來的世界 是的 是我原來的世界 所以呢 那個 其實其實我 其實什麼啊 其實我來這裡的目的是要找一個神器 回去拯救火災中的街機廳 沒想到遇上了你 所以那個 恐怕我現在要回去了 沒關係的 我們可以一起去 說不定我能幫上什麼 我剛才看到那張卡帶 卡帶怎麼了 Play 1 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去 所以說 米糕 說的一個人進去就是用這個卡帶把我帶進來的 那個街機廳很重要嗎 街機廳裡面的人都困在大火當中 如果我不回去他們就會被燒死 難道作為勇者的我能見死不救嗎 的確能見死不救 但是 的確不能見死不救 但是你已經來到這裡好一段時間了回去還有用嗎 大火早就已經把街機廳燒沒了吧 那個 我的世界裡面時間流動和這裡有點不太一樣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世界的一瞬間可能就是這裡過很久的意思 所以回去 還來得及 也就是說你回去一趟 我就要等上很久很久的意思嗎 對 對相對的我回去 鋪個火 他也要等至少要100年 因為10分鐘啊 幹什麼那麼那麼可憐啊 對啊 這樣他 好不容易等100年等到一個勇者可以在一起了 然後我為了回去鋪個火 然後他被肯至少要再等50到100 好啦你說10秒好了 10秒至少要好幾個月吧 沒有我隨便講了 我剛剛沒有去算了 對不起 騙子 我會回來的相信我 騙子你記得你答應過我什麼嗎 你說過以後都會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陪我的 你答應過我的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 你記得那為什麼要回去 街機廳的人有那麼重要嗎 你留在這裡還惦記那個世界的事情 你叫我怎麼再相信你說的話 萬一你回去之後就再也不回來怎麼辦 我一定會回來的相信我 我已經等了你很多年了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了 開始哭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其實其實我在這段冒險過程中 已經喜歡上你 直接告白 應該說我從剛遇到你的第一個晚上 就已經殘 就已經有決心留下來了 我不需要你對我使用什麼爆炸契約來鎖住我的心 因為我真的已經喜歡上你了 我沒有騙你 我真的打算永遠留在這裡陪你 只是我的任務在身 我是有個擔當責任感的人 如果我連回去拯救他們這件事情都完成不了 我還有什麼資格 給予你承諾 我沒有要離開你 我只不過是完成我應該完成的任務 相信我 我從來沒有欺騙你 親 愛 的 喔 親 愛 的 你說是真的嗎 然後心裡想說 幹真好騙啊 嗨呀 呵呵呵呵 真的啊我沒有要騙你 我會盡快完成任務回來找你了 反而我擔心的是你 會來等我回來嗎 我會的 我會一直在勇者森林等你回來 那麼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然後我就走了 確定好 要回去了是嗎 嗯 我會在勇者森林等你的 盡快回來 一言為定 就存個檔 這個也有這個也玩蠻久的我覺得 否 不愧是Key喔 都有催淚的地方 但是我都哭不出來 我是看到他這樣子我稍微有一點小難過啦 有一點小難過 因為畢竟 等待這種東西 其實真的是蠻痛苦的 更何況他好不容易等到了 然後 因為要回去 就是要再重新等待那種感覺 回來了 好這裡火還是很大 不好了火是越來越大的 對了我從異世界帶來的滅火器 如果那時候我沒有買滅火器 我是不是直接在這邊被燒死啊 這可是我花了大錢買回來的寶貝 你這種滅火器 其實不是這種街機廳 不是都會擺幾個滅火器嗎 啊你就在這街機廳附近弄個滅火器 燒一燒 還不就 潑一潑不就解決了 然後還在那邊繞一大圈 就是為了 為了要 要救這邊的人 然後繞一大圈去異世界買一個 孔鏡欸 純金的滅火器 然後再回來 把他們滅掉 你不覺得有點白癡嗎 米糕買不起 對啊 這種這種 設施一定都會放一些滅火器在旁邊嘛 對不對 想辦法找到 想辦法噴一噴滅火也有救 啊你們繞一大圈 這滅火器是 香精的就對了 好熄滅了 好熄滅了 可是他不是這個女的不是斷竊的嗎 啊那個人也都被燒死啊 我太強啦 欸米糕 歐金金是你嗎 米糕好久不見了 沒多久啊 你走了只有十幾秒而已啊 然後我就聽到樓下在一聲 樓下的吆喝了 所以就下來瞧瞧 是嗎 在我看來我可是離開了相當長的時間了 不要回來就好了 我算是其餘了一番 找了很多神器 但發現他們完全沒什麼實際價值 後來我見到有一個賣得很貴的滅火器 就想著這或許也派得上用場 於是賺錢買回來了 那個就是我想你 我想你找的神器 滅火器也算 沒錯怎麼不算 呃好吧 要不是你帶這個 我想我也被燒死 我還找到這個東西 啊 可以把他們復活 所以說如果那時候我不把吉他拿給那個鬼 我就沒有辦法復活這邊的人 這是一個能復活任何東西的法寶 而且這邊無品 重生吧我的朋友們 他們哪是你的朋友啊 你這些人不過只是一見面資源 那個女的還找你打電動 然後要 然後還有一點轉樣子 講的好像是認識好幾十年這樣子 顧客A 顧客B 少女 我剛剛死了嗎 沒錯 現在不用害怕了 你們都沒事了 歐金金陸續幫大家復活 獲得新生的人都感謝歐金金 包括米糕也感謝歐金金拯救了街機廳 這次辛苦你了 拯救了我們 非常感謝你 其實問我事情拜託你 什麼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再次 送我去異世界 為什麼 我有一些不得不回去的理由 歪上了一個女生 他一直都在我那邊等我 我希望你可以送我回去 哇塞可以啊 歐雞金 過去一趟就把到妹啦 呵呵呵 還調侃一下有沒有 那麼少說廢話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快點吧 好的 那麼祝你幸福喔 我來啦 完結了 我回來勇者森林了 你在哪裡 你在嗎 糟了 難道已經沒有在等我了嗎 我剛剛回去一趟街機廳多久了 好像大概也快十分鐘了 完蛋了 他會不會以為已經 我已經不會回來了 啊對不起 我太磨磨蹭蹭了 欸十分鐘大概幾年啦 十分鐘大概幾年 我不應該在街機廳多久的 我這次真的以後 都回不去了 可以出來見我嗎 歐雞金你回來了 這個聲音是 你果然沒有放棄我 哎呀 Good ending 五百年 一百年 他在這在這邊待一百年耶 我願意以後的留在這裡 永遠不離開 是你讓我知道什麼叫做堅持 我已經對你死心踏地了 我不會辜負你對我的期待 我保證 以後留在這裡跟你一起好好的生活下去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Andy還蠻感人的耶 我真的覺得還蠻感人的 他這樣子等兩百年好久喔 我的天啊 兩百歲的女生 謝謝你一直在這裡等我 是不是已經等了快一百年了 真的很對不起 怎麼了 你不是回去拯救他們嗎 怎麼一瞬間就回來了 欸 蛤 只過了一瞬間 我剛跟你分別之後過來就看到你在這裡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明明這裡跟我的世界有時間差 算了吧 我也不太清楚 世界就這樣子變換莫測 那個我剛剛還以為你等了上百年 白感動了 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不好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當然更好啊 對了我剛剛想到一個新的契約 什麼契約 是之前的升級版 就是假設你再一次要離開的話 那麼你的身體就會爆炸 好可怕我怎麼突然覺得 完全被綁死死 是不是很厲害呢 為什麼一定要爆炸 難道你不想簽嗎 沒有我已經決定要簽下去留在這裡了 來吧我準備好了 那麼就閉上眼睛吧 笑死 超級眼管漆 這個是算是一個好的goo ending 我玩這麼久 前面的那些 被ending 看多了 終於來一個算是挺完美的 如果 剛剛有人問說這遊戲有沒有真結局 我倒覺得這個可能才是真的真結局 然後中間可能還穿插物有沒有埋滅火器啊 有沒有拿到全體復活藥啊 這兩者如果都沒有入手的話 這個 結局的 走向應該也會不一樣 對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再解啦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啦 因為畢竟 畢竟要從哪裡開始我也不知道 而且 這個森林 說實在這勇者森林前前期農莊農都會哭出來了 很累啊 天啊 就三個結局是嗎 就會變三個不同結局 我可能回到過去 回到現代史在裡面 然後呢 沒有買復活藥有滅火器就 滅了火之後 那些人全部被燒死沒有復活 再這樣子吧 為了這個結局花了多少時間啊 4個小時半 你有玩到電腦少女的結局嗎 還沒 電玩少女那邊我還沒玩到 我把玩耍連蛋都是在那裡 那些人在走十分之間 你會不會玩到 兩趴玩耍 先受到一趟了 那些人 那些人